大家好,我是小旭 那自今年2月份呢 我们推出了一款新的智能手表UT24 然后自它推出以来呢 受到了国内外小伙伴的喜爱 也受到了非常多的咨询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以这样一个短视频的方式呢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它产用力的优势 以及它的使用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开箱时刻啦 登登登 那我们的包装里面呢 包含了一款手表的成品 然后以及这个配套使用的这个磁器的支援键 是用来给手表充电的 然后呢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手表呢 是内扣式的佩戴方式 那我们就来佩戴一下 那我们现在手上佩戴的呢 就是我们的UT24手环了 那可以看到呢 它是表面配有1.54英寸的全处显示屏 然后代替了以往按键式或者是不带屏的定位手环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可以看到呢 它是有这个时间电量 然后包括这个心率啊 这个是血氧 然后我们的记步功能 然后可以显示消息 然后呢 它是包含了两种语言 就是英文和中文 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去切换它 那我们看一下切换成英文的话 那我们的这个语言设置都设置好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心率的功能啊 那它这个小爱心闪烁的时候呢 就代表它正在进行这个检测 监测 那这样就代表这个心率已经测试完毕 然后这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血氧的功能 嗯 要根据它的提示 就是保持这个手臂静止 一样的也是等 要等它这个闪烁 呃 停止之后 就会有这个血氧的这个结果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记步功能 嗯 我会绕着这个房间走两圈 然后来看看它的这个记步功能 是否正确 那这个就是我刚刚绕完了几圈之后的部数 那使用过我们一天二次的伙伴们都知道 它有一个强大的防水功能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测试一下它的防水效果啦 那可以看出来 呃 我们这个手环呢 是在我们日常的使用当中 这个防水功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的手环呢 它不仅仅是一款定位手环 而且是一款具备了健康监测的高精度定位智能手表 它可以联动我们的呃 位置服务管理平台 让信息一目了然 让这个管理更加智能通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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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